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re i7笔记本处理器主频高达3.0G赫兹 性能比现款提升10% 而12.5英寸版本的配置则基本没有变化 价格方面12.5英寸售价4699是3.3英寸 则要卖到6999元 各位觉得划算吗 近段时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持续波动 并且还在不断攀升 距离7估计也就一步之遥了 这对于某些领域来说可能是好事 但对于目前的手机行业来说 那可是个坏消息了 因为涨一毛一台手机的成本就会增加20块 于是有媒体称采访了多家国产手机厂商 其纷纷表示迫于成本的压力 明年的手机涨价是肯定要进行的 看样子价格战已经把各家手机厂商打得体无完肤了 赢了销量却输了利润 接下来的2017要怎么打作为消费者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此前有消息称 诺基亚即将在明年推出全新的安卓手机DEC 其配置确实不怎么地啊 现在有最新消息显示 诺基亚将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不同配置的机型 处理器将抛弃骁龙400系列转而采用更加高端的骁龙600系列芯片 而价格则会定在2000元左右 所以别的不说诺基亚对中国用户的诚意 我们还是提前看到了 在今年的谷歌IO大会上 谷歌正式发布了安卓的VR2.0系统 但系统发布后推广却成了大问题 目前决定搭载或升级安卓的VR2.0的设备并不多 于是现在有消息称谷歌安卓的VR产品经理 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计划在明年推出两款基于安卓的VR2.0的智能手表 不过这两款手表还是会交由第三方厂商OEM 小编觉得目前智能穿戴设备最大的痛点还在于续航 不知道谷歌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有网友放出了一组疑似魅族的移动支付魅族配的应用截图 从图片来看魅族配的功能非常丰富 通过它用户不仅可以实现充化费充流量 同时可以实现公交卡的功能 目前该功能还处于测试阶段 相信很快就会上线 但是问题来了现在有NFC功能的魅族手机屈指可数 这势必会成为其推广的最大笔垒 既然早就打算做移动支付 为什么没有提前在硬件方面做好布局呢 近日据外媒消息在法国诺曼底地区 世界上首条太阳能电池版公路Waterway正式开通 这条公路全长一公里有2800平米的发电板覆盖 耗资500万欧元 据称这条公路所产生的电将被用于公共街道的照明 只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造价太高 但这想法确实是不错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微角.com 但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角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